這款雨傘它是自動傘 就像大家所見到的一樣 它這邊打開之後 這邊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可以直接把它按下去 雨傘就打開囉 那雨傘打開後 你們千萬不要用手 去拉這個拉的地方 你們可以直接再按回這個按鈕 按一下它就縮回來了 再把它壓回來 那如果你遇到的情況是 打開之後遇到強風 雨傘不小心開花了 那也沒有關係 一樣按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雨傘就自動收回來了 我們再把它壓回來就可以囉